我們今天要來逛澳洲的Costco 可是這兩個人怪怪的 對 他們好像怪怪的 澳洲Costco的結構其實跟台灣差不多 這邊是結帳出口 這邊就是他們的收視區 比較特別的點餐方式啊 是用雞台點餐 珍珠奶茶是2塊99 還有韓式炸雞可是賣完了 所以我們點一個Pizza是2塊99 我們還點了一個樂狗 樂狗比較便宜 有家飲料的話是2塊錢 付款 我們拿到號碼排459號 現在在等餐點 這樣點餐蠻方便的 反正不用排那麼久 澳洲好市如果熟食相對便宜 所以發現來這邊吃東西的人啊 真的非常的多 它的珍珠奶茶是冰沙的耶 這個顏色好像不適合美國啊 它的Pizza很大一塊耶 這是我點的炸雞漢堡 這皮黏到上面 應該是這樣子的 它的珍珠奶茶是冰沙的喔 在這邊像有珍奶可以喝 它的杯子是這種耶 黃寶貝 而且吸管也是中級的 為什麼是冰沙 而且其實不貴啦 這杯三塊錢 喔真的耶 對 以澳洲的物價 我覺得這杯算是 很便宜耶 對 我價值觀壞掉 不是啊 因為在新加坡也不可能買到這個價格 台灣大概也是這個價格 因為它是冰沙的 它是像這樣子 它的奶茶喝起來比較像那種 我們會喝的那個 印度拉茶 味道比較重的 比較像那一種 然後它的裡面的那個形狀 比較像是奶 冰沙加拿石這樣 可是珍珠是有軟有Q的 可是感覺那個珍珠素量沒有很多 喝起來 它的熱狗堡 感覺上面包是比較少的 熱狗比較多的 我喜歡這樣 你喜歡嗎 肉多一點 麵包少一點這樣剛剛好 而且這1.9耶 而且還有附飲料耶 我覺得再講下去就要黃標了 好可以吃了 好我來吃一口看看 因為台灣好市落的熱狗蠻好吃的 嗯 這感覺是很多汁的 那個水已經出來了 嗯 麵包很乾耶 我覺得它的熱狗蠻好吃的 跟台灣一樣 就是偏鹹 可是它的麵包有點太乾了 可是它的份量 麵包真的比較少 我覺得還不錯啊 1.9而已 我們剛才是從出口進去先吃熟食 現在要進去入口 然後澳洲好市多的車子啊 比台灣大台蠻多的 進來這邊有賣PS5 一台是779 萬聖節快到了 哇它賣這個蠻恐怖的 悠悠你站直 你好像快比你媽高了耶 這外面有特價的紅酒 這一瓶是10塊 這價格很便宜耶 這邊兩條土吃的價格是7.79 一條大概就是4塊錢 台幣80幾塊 我們今天逛Costco 最主要的目的就是 我們晚上要烤肉 還有準備一些吃的東西 來逛一下它的牛肉 這次樂園我覺得相對便宜 是51塊46 一千出頭台幣 滿划算的 這次澳洲和牛 就價格高一點 每公斤是119 我們買一塊這個 我們還買了一盒沙拉 是15塊43 你這烤雞 不是很大隻 但是價格不高 這個6塊99 這澳洲現在已經是比較便宜的 這鮮奶真的滿便宜的 這包裝超大的 這一包11塊45 對 這個0.5公斤左右 網路上有人推薦這個香菇乾 10塊99 我們剛剛有逛澳洲的超市 覺得澳洲超市其實是不便宜的 Costco相對便宜一點 現在在刷一般的信用卡 一般的信用卡是可以刷的耶 跟大家分享我們用的會員卡 是用APP的 就在台灣搬 在澳洲是可以用的 結帳是不需要特別的信用卡 只要一般的信用卡就可以 我們剛才是用APPLEPAY一樣 就順利結帳 這是買懷的牛肉 很厚耶 很厚會比較難料理 可是 感覺上 是還滿漂亮的 加點感恩油 加點鹽在煎 牛排第一次用這個爐子有點失手 牛排第一次用這個爐子有點失手 我以為那個爐子火不會很強 因為是電磁爐 我的河牛啊 對 河牛變成焦河牛 因為 這個民宿啊只有這種刀 這種刀其實 是拿來切麵包 對 不太適合拿來切 這個呢 一樣都不行 這個沒辦法 和我一樣很冷 來吃一塊 我有點失誤 等一下還有 第二塊會改進嘛 可是我覺得熟度控制還可以 還可以 只是外面的超會大味道有點重而已 對 外面比較焦 不過拿手會也吃一塊 我跟你講 它吃起來比看起來好吃300倍 我覺得你的鹽巴下手有點重 可以再不鹹一點 可以再不鹹一點 對 然後可是我覺得它看起來雖然很乾很硬 可是吃起來聞完 可是超會大味道有點重 這幾天我們在澳洲算是好勝牛排 我覺得還不錯 這個是第二批 這批顏色就控制了比較好一點 不曉得裡面夠不夠熟 哇 還算漂亮 這很好吃勒 這塊也太鮮了吧 厲害捏 Cosco的雞肉是有綁起來的耶 對 它意思是七塊 七塊其實蠻便宜的 你看有沒有兩塊 對 七塊蠻便宜的 你吃看看 喔你看你看 哇 感覺有嫩喔 對有還可以 好像有嫩喔 我可以偷吃一塊雞腿嗎 吃看看 七塊感覺很划算 嗯 好吃嗎 我覺得 比它的價位來講 我覺得這樣是OK 因為它其實吃起來 還是偏乾 感覺雞胸肉的這邊也是 稍微乾一點 對 可是它其實雞腿也是乾的喔 也是乾的 感覺是就是 Peter哥哥那個類型 油脂很好 然後最後吃一下Cosco的香菇 這在網路上大家也有推薦 DJ&A 就感覺很像那個 就我在台灣很愛吃 先刪除那一家叫什麼名字 哇這個應該是我愛的 它是乾燥的 然後上面有一點點鹽的感覺 這包是10塊 10塊有價耶 10塊 可是老實說我們兩個都還算蠻喜歡吃這個菇的 是因為他小朋友不愛吃 吃看看嗎 這個我記得碳水很高 好我餵你 好我餵你 你有想要餵我嗎 我再餵你一次 好 來吃看看 這下巴會掉下來啊 喔 這菇很重耶 這個 我講真的台灣的那個 好吃很多 好吃很多 這個味道超重的 菇的味道重你覺得還好 最主要是咬到最後 心狀很難咬 對咬到最後它那個顆粒 硬的部分是很多的 感覺是有小顆小顆的硬的 東西 所以咬起來比較沒那麼順口 我就跟你說這個我咬下巴會掉下 你就不相信我 它最後有一個甜甜的味道 在嘴巴裡 還算OK 還算OK啊 可是如果相較台灣的那個 我比較喜歡台灣的口味 可是我這次的心得是澳洲Costco的 和牛 蠻好吃的 其實後來今天的第二塊我就覺得比第一塊好 它價格跟台灣的牛小排沒有差一點 可是我覺得它的口感是更好的 因為它的和牛是狼地狼 對啊 真的還蠻好吃的 因為我更推薦澳洲Costco可以買的商品 可以在大家留言 我們下次見 www.com